好 馬姐 所以有兩次跟朋友出國回來之後 他們就再也不跟你聯絡了 還是你不跟他們聯絡 我想大家都不想跟對方聯絡 那那個時候我們也覺得 工作太忙 放自己一個禮拜假去拉斯維加斯 輕鬆一下 是很輕鬆愉快的事情 很高興的事情 我們喜歡那個氛圍 雖然我們都不讀 可是我們喜歡那個氛圍 去看看秀 逛街 因為那邊就是大家都很開心 很快樂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去那邊玩 那有一次 其實我們已經去了很多年了 每一年都會去一個禮拜這樣 那有一次我們就在聊天的當中 另外一個女生就突然說 你們好棒喔 我也要參加 下次去的時候 可不可以帶我一起去 對不對這樣 我們就好啊... 那反正大家都是做秀的時候 都很熟的 以為都很熟 然後就約了她一起去 然後去到那邊的之後 第一天 第二天 因為她是第一次去 所以她就很興奮 很興奮 然後所以也配合玩得很開心 到第一天晚上以後 第二天早上起來 她就怪怪的 怎麼了 就開始一直鬧情緒 那剛開始我們也不知道說 她為什麼要一直鬧情緒 比如說我們要去吃東西 她也就不吃了 或者是我們就... 然後我們想 那不吃也許她要減肥 或者是說她就現在不想吃 那就不要吃吧 不要吃我們就去逛街 逛街的時候 不管我們進哪一間店 或者是我們逛累了下來 坐下來喝咖啡 她都一直在去旁邊打電話 累不累 那就很掃興啊 對 後來我們才知道說 原來跟男朋友 鬧便扭 比如說我們今天約好去MGM玩 我們就大家跑進去以後 就各自去玩各自 因為每個人喜歡玩都不一樣 對 那我們就想好幾點鐘 在這裡集合這樣 其實我們都是兩個人一組 兩個人一組這樣 她跟那個人一組 這個人到晚上就來跟我們抱怨 她說她一直在講電話 然後呢 不然就自己走到角落 可是她在賭一賭 她就不放心啊 對 因為賭場人很多 萬一你不見了怎麼辦 她就一直要跑去看看她 還在不在那裡講電話 再賭一賭 排姓正好 銀田的當夥兒 這個女生哭嘻嘻 拿了電話過來說 你幫我跟她講 我跟你們在一起 好煩喔 真的 然後我不相信她 跟我們在一起 就覺得這個人怎麼 很 就是說很討厭 你說逛街這些就算了 然後我們有一天約了要去看秀 那我們看秀 這個秀 你知道以前的 票是很難訂的 對 我們一定請當地的朋友 幫我們先訂好 然後我們也先付了錢給人家 那這個朋友呢 就幫我們訂了 比如說訂了六張票 我們六個人嘛 訂六張票 六張票之後那天 她就說她不去了 她不去 不去就算了 她錢也不付 怎麼可以 那怎麼辦 對啊 可是都訂了 這樣真的很差勁 那我這個朋友就比較老實 她先付錢的 她比較老實 她就悶悶地把這件事情 吞了 那後來我們就覺得說 你這樣自己吞 那個票也不便宜 這樣會不會很委屈 也不應該這樣 所以我們幾個比較好 就是說那我們一起來分享 就一人出多少錢 把她這個帳擺平 可是後來我們就想說 我為什麼要幫你付錢 對 雖然沒有多少錢 可是那個感覺很差嘛 不原則的問題 後來我們就回來以後 我們就再也不跟這個女生出 就以後我們要出完 都不會再參加她 來 觀眾朋友請注意 如果喜歡我們命運好好玩的 節目的話 請上YouTube上面搜尋 命運好好玩官方頻道 就會出現這個頁面 然後這邊紅色的訂閱 給它按下去 您就可以每天隨時收看 命運好好玩 我在這裡等你喔 Yeah